大家好,我是一只快要长烂了的香蕉 今天SF的天气真的是差到爆 现在我要把黄油和糖给它打发 我冰箱里的黄油其实不太够了 另外一半是用这个ghee来代替的 今天的糖我也用了两种 一半是白糖一半是红糖 这个红糖会有一种那种焦糖的感觉 就不一样的风味 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盖子 给它盖上然后把它打发 就这样子 打开电源 加上这个盖子它就不会飞出来 我特别喜欢这个碗 就是在你家买的也很便宜 那糖和黄油大概打到这个程度给下桌了 因为我放的那个红糖它的颗粒感比较大嘛 所以打出来的并不是那种细细的效果 但是其实已经小搬好了 然后我放进去的是刚刚压烂的香蕉 然后还有刚刚那个白的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到是cream cheese 加进去以后这个口感会更加的绵软 就是湿润一点 烤出来的蛋糕不会很干 然后呢就继续按照刚刚的方法来搅拌咯 开始 对了跟大家说一声吧 就是我今天做的这个banana bread 它不像其他的recipe需要那么多的香蕉啊 因为首先我放进了那个奶油奶酪 我觉得它可以代替一部分的香蕉吧 外一部分呢我也不想让这个香蕉长起来太 对不希望这个面包长起来太香蕉了 如果大家喜欢香蕉呢 多放点也无妨咯 接下来两颗蛋 然后直接打进去了 就讲究的呢都磕在一个碗里 就是省的把那个壳就掉进那个batter里 但是我这儿自己瞅着呢 万一掉进去我这个捞出来就瞅 我仔细检查一下 我懒嘛就是不想洗碗呗 没咳了完全没咳了 好了我继续打 然后挂在边上呢就用这个spatula给它刮下来就行了 这一步我喜欢多打一会儿 因为你把鸡蛋打得越发 它这个口感就会越那个轻柔 fluffy就空气感更强一点 接下来我继续放一勺的一个tsp的vanilla extra 再倒进去一些牛奶 这牛奶我完全就是调节consistency用的 好了这个步骤呢结束了以后 我就把这个dry ingredient给它抖进去 我这里呢有一杯的面粉 然后半个tsp的baking soda 半个tsp的baking powder 然后还有一些盐 然后把它sift进去 一般情况下我很懒就直接给它抖进去 但其实这样子真的是很有区别 面结成块在蛋糕里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吃 建议大家还是稍微麻烦一点吧 其实也没有那么麻烦啊 只不过就是筛一下嘛 好了继续把它搅拌 我先一开电源 大概把它稍微搅和一下 然后开一个低速 不要搅太久啊 因为这个baking soda和baking powder 如果你把它打太久了 这个面糊就会失去那个泡发性 所以我大概把它搅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自己用这个铲子给它混合均匀 我就不开这个电动的搅拌器了 剁了我们今天这个cake呢 稍微fancy一点 而不是一个普通的banana bread fancy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把它做成一个marbled cake 就是一半是这个香蕉的原味一半呢 我把它调成那个巧克力味的 把这两种面团把它marble在一起 就非常的有视觉效果 口感也更加丰富一点 所以呢我的做法就是 从这个原本的这个打好的面团呢 掏出一部分 我大概掏了有三分之一吧 因为我希望这个巧克力的部分 是稍微蘸小一点的部分 然后弄过来以后呢 我要往里面放一些这个cacao powder 就变成巧克力味道的一种做法 这个时候呢我需要另外一个 spatula 因为两个味道不可以混淆 我大概往里面放个四分之一杯的样子 不好意思我改变主意了 我放了三分之一杯 然后还是用刚刚这个筛子 给它把cacao powder打进去 这个结块的就拿这个铲子给它 我也不是天天bake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也没有那么新鲜啦 不过还好 它们都在保质期内的放心 然后呢就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这罐牛奶放在这里 这个加进去了一些干的东西 就要拿湿的来调一调嘛 我也不放很多啊 就大概眼瞅着和那边的consistency 差不多就ok了 加一点点 然后因为这个cacao powder它比较苦 我又往里面加一点这个叫做 maca powder的东西 它是一种superfood啊 吃起来有一点点像那个 嗯 味道有一点点像caramel 会加一些甜味 但又不是糖 所以我还蛮喜欢加它的 一点点就好不用太多 其实我刚刚尝了一下 这个batter已经够甜的了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batter 放在这个烤蛋糕的模子里 我的烤箱已经预热在了350度 然后怎么做呢 先把这个白色的batter呢 一半啊铺一半进去 拿这个铲子给它稍微的抹抹平啊 我不知道这个盘子够不够大 不过没关系 我还准备了一个小的 实在不行呢 我就烤两支咯 明天也是要把这个带去给别人吃了 我不会自己一个人把它吃完呢 太罪恶了 我这层填好了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巧克力的 然后就用chocolate带进去 感觉我这巧克力口味的做的蛮多的 不过还好咯 就吃一个巧克力口味重一点的咯 没有关系 而且我觉得我可能真的需要 第二个 然后再呢 这层可以稍微少铺一点 就铺在上面 大概抹一下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环节 首先我先拿抖抖 然后我拿出一个这个刀啊 然后顺着它这个纹的画八字 就这样子画 它这样会把那个 两层batter的这个纹路搅拌在一起 它就会形成非常好看的marble 然后我这样横着再来一档 Classic all right 不要过分搅拌啊 会不好看 然后再把它抖抖拼 第一个cake就做好了 啊当然还有cup 你们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 就是因为我剩下这些batter 巧克力的比那个原味的多 所以我就把这个marble的顺序 给它翻了 就是在巧克力蛋糕里面呢 加了一些原味的香蕉蛋糕 所以这个呢 没有计划好 没有办法 但是无所谓啊 也都是一样好吃的 还有两种不一样的风味 我一点都不想抱怨 这个可能特别的 哎 不好意思我嗓子哑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就上了一天bar而已 没怎么样 run it through 这个可能会比较 不完美 但没关系我这个留着自己吃好了 这两个我虽然同时放进烤箱 但是显然 这一个肯定会要烤时间久 有点这个 不需要那么久 那么我就烤到一半把它取出来就好了 好了 进烤箱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边这个大的呢 中间还塌着 因为它就是大嘛 所以需要时间会长一点 但右边这个小的它已经 表面已经鼓起来了 我觉得它可能到我预设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刚刚只预设了35分钟 然后呢 这个大的我觉得它需要烤个50分钟左右吧 然后一会儿倒掉我就把它取出来 耶好开心 我刚刚已经把这只小的从烤箱里取出来了 我觉得它看起来非常的完美 我要把它放在这冷个10分钟左右吧 到那时候基本上我那个大的也快好了 两个面包都烤好了 给大家开个灯看一下 这一只巧克力少的呢 就是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上面那个黑色的斑纹就淡一点 其实我觉得啊 这个把它做成巧克力占绝大数 Anyways 明天呢我会把它切开 然后给大家看中间的那个 marble的纹路 taste test之后呢 我再告诉大家哪一个我个人更喜欢吃 耶 现在已经晚上9点了 可是我的厨房好香 蛋糕闻起来好甜 可是我会忍住不吃的 这个就是蛋糕切开的样子 不好意思并没有做一个完整的taste test的视频 我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